邓恩叹了口气道 我当时确实是想支开你 因为我要做的事情涉及教会和职业者的一个秘密 但科恩黎的死让我的脑袋很混乱 一时只想到了一个别角的理由 让你有机会回来看到 什么秘密 克莱恩颇感轻松地追问道 他险些忘记了外面还有一次邪神子嗣或者神话生物的存在 邓恩斟酌着语言道 在神秘领域可能存在一个定律 呵 虽然我读过的书不多 但还是知道定律是什么意思的 这个定律叫做非凡特性不灭定律 非凡特性不会毁灭 不会减少 只是从一个承载物转移到另一个承载物 克莱恩的眼睛一下睁大 旋即恍然 若有所私地反问道 比如说失控非凡者会留下封印物 神奇物品或者魔药主材料 对 邓恩正重点头道 不只是失控的非凡者 正常的非凡者死亡之后也一样 也一样 克莱恩咀嚼着邓恩的描述 隐约有点明白队长当时在做什么了 思绪转动间 他呼的想起了一件事情 那就是燕尾福小丑死亡之后 尸体旁边出现了一个悬浮于半空的 拇指大小的 带着些许蓝色的雪球 当时福来的解释是 非凡者死后总会有些奇怪的变化 邓恩灰谋优深地继续说道 但与失控非凡者不同的是 正常死亡的非凡者留下的不再是材料与物品 他 它略等于魔药 对应序列的魔药 只不过缺乏一定的辅助材料 略等于魔药 略等于魔药 克莱恩眼眸一缩 脑海之内像是有一道闪电劈过 无穷无尽的黑暗因此被照亮 他忽然明白了很多事情 明白了在材料断绝的情况下 非凡途径为什么不会跟着断掉 除了用替代品 还可以简单地依靠对应非凡者的遗骸 这应该也是到了高序列只给成品魔药的原因之一 另一个原因是防止配方在占卜和通明等非凡手段下泄露 克莱恩的脑海内浮现出一个接一个的猜测 邓恩忘了演职业者娱乐式的门 嗓音低沉地解释道 好几年前 额 具体是几年 我不太记得了 那时候我还不是职业者小队的队长 偶然间发现了这个问题 和刚成为非凡者没多久的代理交流后 立刻就向圣堂做了汇报 圣堂让我保密 并给我两个选择 呵呵 这也是我来解释 而不是代理解释的原因 谁暴露谁负责 第一个选择是装作不知道 就像绝大部分职业者队长和职事一样 继续由圣堂来安排非凡者正常死亡后的遗物 第二是给我一个特殊的 简单的仪式 以及对应的技巧 让我在一定时间的限制内直接扶持掉那些因特性聚集而产生的物品 嗯 这只适用于本身途径 只适用于和自身相等的序列 以及更低的序列 这会让我的非凡特性增强 实力也能变得更加强大 梦境相关的能力上 我现在不会比对应序列六差多少 这也是我为什么敢于对付雪伦夫人的原因 这样啊 还有这种事情 克莱恩缓缓吐气道 他终于明白自己之前为什么想破脑袋都想不到合理的解释 这根本就是因为前置之事欠缺啊 靠脑洞都无法弥补 嗯 这很符合所谓的特性不灭定律 一直这么聚集特性 会不会由量变到质变 克莱恩思绪发散的想着 看了他一眼 邓恩露出一抹苦笑道 我选择了第二种发展 但不是为了变得更强大 真要强大 尽快消化魔药 获得晋升才是最好最直接的办法 是的 克莱恩由衷赞同道 这样聚集同一条途径相等序列或较低序列的特性 在增强实力的同时 恐怕还会提高失控的风险吧 邓恩郑重摇头道 并不会 这是正常非凡者遗留的事物 不是失控非凡者 嗯 知道扮演法之后 我又重新审视了一遍 发现这会加大消化的难度 那你为什么还要继续 克莱恩恶然反问道 邓恩将右手伸入衣兜 想要摸索烟斗 但发现自己将他留在了办公室内 他自嘲摇头道 我刚才说过了 我不是为了变得更强大 才服食他们的一物 说到这里 他顿了一下 目光有些失去焦距的望向对面 染上了幽蓝色泽的煤气灯光芒 低沉说道 他们都是我的同伴 我们一起经历过很多事情 一起对付过黑暗里的怪物和疯狂的邪教徒 有人救过我 我也救过他们之中的不少人 我们行走于安静的夜晚 我们战斗在大众看不到的地方 我们对抗着危险 我们彼此守护着对方的后背 我很舍不得他们 我记得小伊特第一次经历危险的任务后 吓得当场崩溃 哭了起来 我记得阿德莱德 喝 他是罗珊的父亲 他曾经用手臂帮我挡住了一个邪恶的诅咒 我记得道恩是个拥有晨曦般温暖气质的姑娘 总是默默记录着大家经历的事情 我记得科恩黎虽然个子不高 但却会很多东西 会谈七弦琴 会唱歌 会讲故事 比伦纳德更像一个诗人 我很舍不得他们 我希望和他们继续并肩战斗 一起对抗黑暗里的怪物 一切处决那些疯狂的邪教徒 一起守护停根式 所以 我选择了服食他们遗留的事物 邓恩的灰眸似有光芒在闪烁 他的稳重和他的深沉在这一刻瓦解了不少 他嘴角微微上翘地继续说道 在我的梦里 他们依然和我在一起 阿德莱德喜欢阅读 总是待在日晒屋里看书 他每次都让我去管教罗珊 让他快点成熟 以至于罗珊总是抱怨我怎么越来越像他爸爸 总是很害怕我 小伊特是个闲不住的人 每天都要去森林里打猎 道恩总是站在他卧室的窗口 看着我们聊天 刚加入的柯恩黎自己制作了一把七弦琴 在那里自弹自唱 我很舍不得他们 队长 克莱恩下意识脱口低语 他差点视线模糊 忍不住抬手抹了抹眼睛 在心里暗骂了一句 妈蛋 队长你是在骗我眼泪啊 但我总算明白队长你扮演法进度缓慢的原因了 克莱恩旋即无声地叹了口气 很可惜 老尼尔是失控死掉的 要不然他会给我们带来很多欢乐 邓恩收回视线 低头捏了下两眼之间的位置 过了几秒 他抬起脑袋 苦涩笑道 这是一个自私的决定 我并不知道阿德莱德 科恩离他们真实的意愿是什么 就自私地替他们做出了决定 我真是一个自私的人 不 克莱恩猛地摇头道 接待大厅的沙发区域 伦纳德看着梅高欧斯抓下了一把又一把的头发 看得表情再次僵硬 梅高欧斯略显烦躁地不断端起杯子喝水 脸庞隐有点扭曲地望向伦纳德道 不知道为什么 我忽然有些不舒服 伦纳德 米切尔正在回答 突然看见梅高欧斯抬手抓向了他自己的脸庞 刷的一声抓下了一块肉 长条的肉 沾满了鲜血的肉 我的脸庞有些痒 梅高欧斯不好意思地笑了笑 嘴角一直裂到了颧骨位置 露出了里面白森森的牙齿和鲜红色的牙银 4X 伦纳德无声爆了句粗口 感觉这状况恶化得太快了 他嘴唇细动着侧头倾听了一下 表情忽然变色 一片铁青 他勉强挤出笑容 对不断抓着脸庞 不断抓下血肉的梅高欧斯道 我去趟冠喜事 好 的 梅高欧斯的语气变得有些飘忽 他摸着自己的肚子道 我的 孩子 有些不安 伦纳德没再回应 加快脚步 靠近隔断 进入走廊后 他深深望了眼邓恩 史密斯托着的圣者骨灰和 无奈地吐了口气 接着 他表情变得坚毅道 队长 恐怕来不及了 我们必须立刻解决 梅高欧斯和他肚子里的婴儿 要不然 整个停根式都会遭受巨大损失 这不是让周围的民众撤离 就能避免的事情 我知道你刚才已经拍了这样的电报 邓恩微皱眉头 异常严肃地问道 你确定状况已经恶化到了这种程度 是的 不超过三分钟 梅高欧斯就会一变 他的孩子会提前降生 伦纳德以肯定的口吻回答道 说话的同时 他瞄了眼克莱恩手上缠绕的粗大血管 陈生说道 封印物2-105 给我使用吧 我能更好的发挥它的作用 好 克莱恩没有一点犹豫地将血管小偷交给了伦纳德 这本来就是他预备做的事情 就在这时 邓恩 史密斯扯了下领口 拍了拍黑色薄风衣 态度坚定地开口了 我先带着圣塞琳娜的骨灰出去 你们过十秒钟 记住 末数时下再出来战斗 到时候 无论我的状况是好是坏 你们都不能浪费时间 对准梅高欧斯和他肚子里的婴儿 做出你们最强有力的攻击 说完 他转了过去 拖着骨灰和身形挺拔地走向了隔断位置 队长 克莱恩嘴唇发干地喊了一声 队长 伦纳德也低沉喊道 邓恩停住脚步 回过头来 表情温和 嗓音醇厚地说道 不要担心我 我不是一个人 阿德莱德 道恩 小伊特 科恩黎他们在和我并肩战斗 不管面对什么样的危险 他顿了一下 灰眸和矮地望着 克莱恩和伦纳德两人道 也不要紧张 我们是在守护停跟室 他的嘴角翘起 露出了和往常没任何区别的笑容 说完这句 他不再停留 视线投向外面 脚步坚定地通过了隔断 只有那黑色的吉西风衣微微厚扬 队长 克莱恩和伦纳德同时又喊了出声 止不住地流下了眼泪 可邓恩没有半点的迟缓 我们是一群时刻对抗着危险和疯狂的可怜虫 但我们更是守护者 d Off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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